這邊呢 那觀眾 觀眾應該就是一般去玩那個遊戲 其實跟Live 使用TikensLive的人 那 就是可以獲得一些功能 還有Server 講Server還有分好多Server 登錄的 還有這個User的 還有這些 數據的Server 那這些其實我們弄這些 嗯...太好多 那後面這些都沒有說太重要 我只是把它列上來 其實我們弄這個章節啊 它的... 我覺得它那個... 翻譯一半的不真好 所以希望說 有些同學可以 那個...有興趣可以來把它 變好一點 比如說不知道楊蕾也有沒有興趣 要幫我們... 幫我們大家翻譯一下 我覺得... 可能會讓大家看看東西 好...而且我們這組完了完畢 好...我是資工三甲的蔡宜山 那我要講的是OpenSync 那OpenSync其實就是OpenSimulator 它是一個3D的Application Server 那它可以用於就是創建的 可以被多個Clive和Portocall接受的虛擬環境 就像SecondLife那樣子 那OpenSimulator 它允許你可以使用 覺得感覺最佳的工作技術 來開發你的環境 那他們設計了一個 可以簡單再入模組 來建立完全屬於自己的配置的軟體 就有點像那個珠口那樣子 然後這邊簡單介紹一下它的功能 那OpenSync它可以支援 就是用一個單一的應用程式 創建多個虛擬環境 它也可以支援多個用戶端 和Portocall在同個時間 在同一個世界經由多個Portocall 然後也可以有能力 對自己的Avatar的衣服、皮膚和配件 做屬於自己的自訂 然後它可以做即時的物理模擬 在虛擬環境建築工具的環境中 即是新增內容的能力 那也可以用不同的語言開發應用程式 像LFL還有JavaSprint 那下面會簡單的介紹一些 就是它的要怎麼下載 安裝還有啟動 那這個是OpenSync的那個網站 那下載 這邊是簡單介紹它Windows的部分 那Windows的話你可以選擇 要下載它的原始碼來編譯 或者是下載編譯好的安裝檔 那它的原始碼都會放在這個網子裡面 那也可以透過Subversion來下載原始碼 但是要先安裝SVN Cloud 那Windows安裝的部分 因為它要編譯 所以它需要下載Darnet Framework 2.0 還有Microsoft VisualC 然後在最上層的目錄要使用這兩個 就是選一個來打開生成的章案 然後建置 那啟動的部分 因為它是沒有設定檔 所以我們要把 OpenSync.ini.simple 複製一份到執行檔的目錄 然後把它重新命名為 OpenSync.ini 那Windows就直接執行 那個重新命名的那個檔就可以啟動 那OpenSync大概就講到這 大家好 我是志工三甲的財博欣 然後我要介紹的是數位內容的開發 然後這邊其實是指示 然後我們這裡 我們的內容只是說 是我們將一些 我們在 這些剛才服裝發現的一些東西 然後把它PO在上面 例如像動畫的 如果上傳動畫 還有說 還有上傳到注意的事項 我們都會把它PO在上面 然後這些主要都是一些學生 他們留下來的 然後 像是 像 然後 就是介紹玩家面貌的外型 因為像我們都知道 他們 ZKF的玩家面貌 我們都可以 有自由設定 與改變 然後 然後 像是 衣物啊 我們也可以使用 我們自己創造 也可以帶進來 或者是你想改變一下你衣服的顏色 我們都可以 甚至一些身體元件 製作 製作 修改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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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我們剛剛在 第四章 有提到的音樂與電影之類的 我們可以 這邊也有一些學長他們留下來的 我們 一些 一些 術一的事項 要點 然後 還有一些 還有像是我們平常的創造物件的標點 他這邊也有一些 簡易的介紹 以及 他們 一些 注意事 他們對於 使用 他的這些 要點